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眼镜封化 眼镜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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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眼镜封化 把眼镜划划了一张 谁啊 我啊 你怎么弄的 就是他公交车就是说开某一刹一刹车可能是吧然后冠进来 哪一路你知道吗 29路 但是我到公交车这儿啊人家说昨天应该找人家 我当时蒙了一下下车 你起来啊 咋钱啊 他说得调监控得到派出所人家没这权利 啊公交分局 不知道 就是说你这个车是在你在公交车上被挤的是吧 不是挤啊就是撞了一下 坑了一下 啊不是一刹车你往前一坑了一下 啊 撞眼镜上把眼镜上 眼镜给撞坏了 啊 这公交车是多少路啊 29路啊 29路是吧在哪下车啊 在历史文化公园 历史文化公园 历史文化公园下车是吧29路 昨天下午4点50 那会儿吧就是大概就是 具体详细就清了 4点40到4点50那会儿吧 4点40 大概就是那时 大概就是那时 到50是吧 啊 29路是吧 啊 行 往下都要派迷你给你联系啊 保持电话上桌 啊 哎好再见 嗯 喂 哎你好 公交派出所 刚才是你帮了呗 哦 对 那个是昨天坐车 这个车在车上碰了一下 把眼镜给碰坏了 还是眼镜给受伤了 眼镜碰坏了 那个眼镜是 眼镜也滑了呀 滑坏了呀 那你现在打这电话啥意思啊 到时你为啥不说呀 你现在你找人家司机 你司机能认吗 你得考虑这个呀 而且你这个属于客商事故 你还得找公交公司 我们这儿没有录像 故意给你调不出来 我找公交公司 人家说 人家没权利到 调不过录像 你找拍摄所 你不是找拍摄所 你一会儿我坐你车 你那司机 警察车把我给碰到了 这儿我需要报警吗 这个直接你直接找他们 找他 你其实当时你要找他司机 什么事都都 也都好说了 你现在你在找人家 人家司机承认吗 人家司机说我没影响 一句话把你给干 你是坐我车呀 而且他有颜奉啊 你知道哪个车吗 不知道啊 还是啊 所以说你这个 你这个情况 尤其你的客商事故 我们这儿录像 肯定给你调不了 但是你调录像 你得找公交公司调 我们也是找公交公司调这个录像 他就说人家没权利 我就这么跟你说 录像是公交公司的 你知道吧 他怎么没有权利呀 我坐你车 我跟他车上碰到了 我怎么没有权利 你看这个录像啊 你说是这个礼呗 这不是说什么事 我们公安机关都能管的 你这个东西 我们怎么给你调 我们手续都出不出来 没法给你调这个东西 我们也是找公交公司去调这录像 不是说录像在我们这儿的 你知道吧 哦 你就跟他 跟他这个公交公司联系吧 你就说我在你车上碰着了 我 包括你找这个司机查来 你们应该配合给我找 但是你这个反正是个麻烦事 因为你昨天的事 你现在你才找人 司机不承认你也没法 你这个东西够不承认你 你只能是一个民事纠纷 相当于是 你知道吧 哦 你如果你当时 你当时 昨天下午 当时就把车拦下来 那事都好说 我在你车上碰着了 司机他肯定在 你现在再找人家 这个问题不好说 你知道吧 你这个 你过了一天了 人家说 那我咋知道 你是不是在别处碰了 这一句话 就把你说 说住了 哦 你打了这个公交热线了 是吧 我打过了 你这样 你再打 打了你就说 我在29路车上 你们得管 你们得管我这个事 你看 让他哪个精力 跟你联系再说 只能这么着 你录像反正我们那是 给你调不出来 尤其你的客商事故 我们也不方便插手 就这个事 这不是我们公安业务范围内的 知道吧 哦 这就是 只是单纯 你坐公交公司的车 你在车上磕到碰到了 那你直接叫公交公司就行 我们公安机关也插不了手 我们也不能说 我们也不能说 人家在你车上碰到了 你陪人家插 我们肯定不能主张这个 这个具体你们怎么赔偿的问题 后续找到了之后 那你们就是协商 协商不好 只能起法院打官司 那制委啊 你不是制委 这个程序我是跟你说 跟你这么跟你说的 那我们那 我我们那 没有权利说 主张你这 主张你那 因为你这个东西 不在我们公安业务范围之内 明白吧 哦 就是我们公安警官到那 也没办法 我们也不能说 你坐你车了 你司机你把人家碰到了 你赔人家钱 我我们不能主张这个 我们也没这个权利 哦 你这具体事你还是跟公安公司沟通就行 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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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那这样 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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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吧